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一定的实力基础 央视是不可能多次周深登台现场的 毕竟央视总台代表的是国家的地位和形象 但凡有一点劣迹都会被总台拉进黑名单 反观周深 自打出道以来 一直都在以身作则品德兼优这四个字 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不同于其他偶像歌手 周深身上单负助更多责任和社会义务 尤其是在普法方面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广作用 能够多次得到官媒的点名表扬 周深当之无愧其中不缠杂任何杂志 除了个人动态之外 前不久刚刚落下帷幕的时光音乐会二热度至今只增不减 本以来结束之后 观众都会追其他真人秀结果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收官之后 反而吸引了很多路人 剧情走向跟扫黑剧狂飙颇有一曲同工之妙 能够持续爆火 大魔王周深自然功不可没 一期一首经典 不论是谁的专场周深都会挖掘一首《乐坛一珠》 除了出舞台的光亮个人专场的人士 收官夜的大于其余九期节目当中 周深七期都会演唱一首经典中的经典 尽管这些单曲没有其他时光音乐人的选曲传唱度高 但任何一首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比方说家后 月光 恩帝等等 QQ音乐趁热打铁 得知时光音乐会二口碑收视双丰收后 第一时间晒出了收官战报不看不知道 看完之后才发现周深在节目中的神仙舞台口碑远超预期 稳坐冠军席位 喜提QQ音乐飙升榜冠军 翻唱舞台 恩帝跟月光并列第一名 歌人单曲光亮听见下雨的声音并列第二 第三名则是张栋梁的《当年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战绩对于周深的歌迷生米而言 一点都不例外 倒不如是说周深的嘎位比其他人高 而是因为周深每期节目都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 从头到尾都在挑战未知领域 将很多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 尤其是阿杜专场翻唱的这首ND现场即兴发挥 创作了一段RUP歌词 就连原唱阿杜本人都没想到周深会把这首老歌改编的如此出彩 直接唱出了三种不同的意境 震惊全场 除此之外 在流行指数榜上 周深同样斩获了不俗的成绩 希琳娜一高的下置位置Top6 周深的滑火跟听见下雨的声音一个排到了Top20 一个排到了Top11 攻击上榜33次 完全可以用降维打击全场来形容周深在时光音乐会2的炸裂表现 十首大热金曲 有六首都属于周深 超过了榜单一半的数量 其中光亮跟大雨截止到目前为止 数据还在直线攀升当中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愿意开启二刷模式了 除了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外深夜食堂片中的游戏挑战 周深的表现同样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在他的高情上带动之下 很多前辈及歌手都让路人看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比如孙悦 田振 阿渡 在前几期节目中 他们的综艺感并不是很好 全凭周深一人掌控节奏 但从第三期节目开始 阿渡 田振 孙悦都被网友实锤喜剧人 只要周深给他们一个话题 他们就能说个不停 如果不是周深及时拦住 一期节目的时长 压根就播不完他们的爆笑名场面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闪光阿渡 从一个患有严重社交恐惧症的苦情歌王子 逐渐变成为游戏王者他的蜕变与成长 观众有目共睹 在吹蜡烛游戏挑战中 回回都能刷新记录 如果说周深在本季节目收获了更多的友谊 那么阿渡才是时光音乐2中最大的赢家 不仅迎来了二次翻红 还在周深的帮助之下 克服了社交恐惧由于二人的高能互动太过于出彩 导致很多网友都特别期待阿渡可以跟周深继续合作下去 不出所料的话 用不了多久 二人还会在同一档音宗中出现 毕竟都是实力派唱将 同框出现的几率自然会比其他人更大一些 话说到这儿 周深为时光音乐会2贡献出了多个高光时刻 可以在豆瓣上赢得8.0的高分 远朝第一季节目 实至名归 不知道大家都对时光音乐会2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出стран法 出役我出品的